有人说F35B号称是目前最先进的垂直起降飞机 能问问陈 F35B为什么在起飞的时候不直接拔地而起呢 现在我们说的这个F35B 它一般是我们其实是叫它短距起飞垂直降落 它确实有垂直起降的能力 你能垂直降落你当然能垂直起飞嘛 就是它装上了垂直起降所需要的生力风扇 这个生力风扇在集体的中部 那么我们讲它的这个主要作用就是 就是垂直起降的时候把它从地面上推起来 无论是它的尾部的推力摄像喷管 还是它机身中部的这个生力风扇 其实都有很多失控 那么这些部分我们说如果说有出现意外的话 这个飞机自然在空中就没办法维持水平的飞行 就要掉下来 所以它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再加上我们讲这个飞机短距起飞 它至少可以借助滑跃起飞的跳台 那么它能够借助这些方式呢 尽量少的去降低油料的消耗 所以通常来讲 虽然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飞机 它能够垂直起飞 但是它在实际作战中 它一定是短距的起飞垂直的降落 这样等油 让它的作战半径才能够尽量地蹲满